中国人出入禁止 这张纸牌大喇喇的贴在 季州岛这件便利超商的玻璃门上 连续好几天都没拿下来 看到了中国民众气得投诉 我们致电韩国711总部进行了抗议 勒令拿掉中国人禁止出入的制药 因为这是明显的对中国人的挑衅 当地中国华侨代表直接致电超商总部 危险如果不立刻撤除就要采取行动 超商店长电话不接 总部接到投诉也没有正式回应 但这张纸牌在投诉过后几天消失 推测指示店长个人行为 中国人在季州岛受到特别待遇 不只有超商 来到当地烤肉餐厅 中文版菜单价格明显比韩文版贵了一些 大家看到这个我朋友老爸 我记得之前我们看的韩文版是7号韩币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10号韩币 一份烤肉换成中文贵了约700块台币 根本是敲竹杠 店家解释因为换了菜单所以价格不同 但只换韩文版不换中文版 到底是懒惰还是故意呢 这个地方是9000对吗 但是我在上面看的话价格是8000 一份韩式冷面 中文菜单价格比原价贵了30块台币 部落客认为当地店家欺负中国观光客不懂韩文 因此提高价格 中国游客被歧视 或许和他们的行为有关联 新秀机场出进大厅接驳车 到处都是中国游客制造的塑胶袋垃圾 讨论歧视之前 中国游客或许得先检讨自己的不文明举动 赛利新闻林芳宁报道